陈中医师家的西医博士马季 昨天参加了日本的一个针灸学术活动 最后一个话题是 奇遇医科大学综合医疗中心的山口老先生 介绍了脑促中的针灸临床经验 他从脑促中的诊疗指南开始介绍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脑促中的分类 脑促中的脑血管损害的分类 以及脑血管支配的神经 然后就是日本的脑促中的一个基本情况 包括脑循环的调节机理等等介绍了 最后呢他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就有几个案例 演示了一下他的诊识方法 非常值得学习 老先生呢临床经验丰富 中西医结合 然后呢强调临床的疗效 和我们中医的想法 是非常接近的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万博士 关注日本医疗 谢谢 这些语言 这些语言 大体10分から15分 大体10分から15分ぐらい 谢谢大家